中央气象局 那我们呢就是先 进入这个 中央气象局 那它实际上 它已经在 今年的 925改为中央气象局 所以呢 我们这边 我们一样可以 就是出这个 网址 这是旧网址 如果你会看到 它 它这边呢希望我们 到这个新的网 上去 那我们呢就是 我们到这里来 然后 把它 更改一下 那然后我们到这个 开发点这边有一个 使用桌面 进去 然后 这边我们要 注册 然后我们 按这个 气象 会员登录 然后 你可以 选择 加入 会员 然后 你去边看一下 选择 同意 这边 那这边呢就是 输入你的 电邮件 密码 然后再输入 一些密码 看一下验证码之后 送出 然后 让你去搜一下信 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信 我们就点进去 那我们就点击这个 连结成为正式会员 那我们就点击这个连结成为正式会员 那 就会写恭喜你已经完成注册步骤 然后我们再 回会员首页 然后我们 输入这个 刚注册的电子 邮件跟密码 按登录 然后它会 显示出 欢迎你的登录 就是有这些的这个服务 可以使用 那我们可以 点选 前往资料开放平台 前往资料开放平台 然后 这边呢 可以再 登录 然后点个服务器室的 那我们呢 我们就是到这边呢 按下这个取得 授权码 然后我们把它 附置起来 那之后呢 我们到会员基训呢 这个ATR授权码 都可以看到 这个授权码 你们的会 跟这个影片上的 会不一样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到这个开发指南 这边呢 有一个使用说明 那它这边就是有一些 使用说明 那它这边就是有一些 使用说明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这个内容 我们可以到这边呢 就 資料解决于API 线上 那我们呢 譬如说我们可以 拉到香港 这些有一些 就是预报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 那这是观测的部分 然后这边是地震海啸 这边是气候 它有分 那我们现在 假设说我们来 这一个 来使用这一个 那现在呢 就是 这边呢 我们 需要就是 授权码 然后 有一些栏位 我们 按 try out try out 之后我们就可以把 刚刚的授权码 把它贴过来 那 这一个栏位呢 授权码的栏位 是一定 需要填的 那 其他的栏位呢 不一定要 填 那这边呢 就是要去 我们这个是要去 看看说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 哪一个 站 那这一个站呢 我们可以 点准这里 点准来看一下 我们找一下这边 台南 台南 我们可以把它 复制 然后再回到 刚刚这边呢 那 注意一下啊 这边刚刚看到的是 就是 这个是 那这是账号 那你如果是要 用账号的话 就是要复制这个 4 6 7 4 10 到这里啊 这个是 账号 那我们呢 刚刚是复制这个 台南 那我们呢 就是点这里 你就是 把台南 贴上 那你如果 你要删掉这一个 这一项 你就按这个 这项就会删掉 好 然后到这边来呢 我们就是 按一下 execute 就是去 提醒 那他这边就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好 他就会告诉我们说 哎 我要怎么样 去 用get的方式呢 去 抓到 这一个 台南的这个 观测值 那这边呢 就是 就是他的一个 回应 那这一个号码呢 就是我们刚刚所用的 这一个 服务呢 A0003 001 A0003 001 那这个 那这边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 附记起来 这是用一种 get的方式呢 到这里来 我们把它 切上 他也会出来 就是 抓取的一个 结果 那这边他就是有一个 continent 就是台南市 然后他的这个 天气是这个 池 然后呢 像这个是 空气的 温度是 28.1 风速是 4.6 他有一些的 那所以呢 这边呢 你 只要在 这边呢 只要是有 他是把这个 RESSON的 这个格式呢 把它 排得比较 清楚 这边呢 就是 就是 刚刚我们在 网页回传那边 看到的 这些 那 WinSpeed 还是这个 AirCanvers 还有这个 相对 十度 这些的纸呢 都可以抓得到 这是这个 这是这个 这个网站呢 所提供的 这个功能 测试 它的 API 好 那我们 接下来呢 来看看说 我们要怎么样 在 Google的 APP Script 来用程式的方式来抓取 我们要的 这个 那我们呢 先点这个 加号 然后 到这个 云端印点 好 那我们呢 点选我的云端印点 就会到你的 云端印点的 登幕录 好 这个 你不一定有什么 资料 所以你不一定要 再找这个 资料夹 实际会要教学 就先把 这里面的资料 放进去 这里 那我们现在呢 要 按这个 新增 然后 新增一个 Google 试算表 那我们可以改变一下 是算表 什么 你点一下这边 哦 可以 可以 去 去 去 这个 就说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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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 Enter 它就会 增加 这一个就是 会改变 这一个 檔名 好 不过有时候它 要稍微 等一下 不过它不会等太久 它又会把这个 檔名 倒过啦 好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 到这个 这边有 擴充功能 有个 Appscript 写一下它 这边就是可以用来 写这个 程序 这个 这个MyFunction的 名称呢 我们可以改变 譬如说 改变成 F G T C W E A T A T A 可以这样 那这个程序呢 我们是这样 就是 首先呢 我们 打一个 按一个 Tab 然后打这个 V AR 它是 A T I T 那 等于 可以把我们刚刚的 ATIP把它贴过来 ATIP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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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R R L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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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刚刚 有 在这边呢 哦 有这样的一个网址 你可以把它复制 到这里来呢 恐怖你要有一个 这个单一号 然后再贴上它 然后接下来我们呢就是 另外一个变数呢 就是叫做 ESBONSE 这个他就是一个回应 那用这个 URL 这个FetchApp 然后再点 Fetch 然后 画号 就是这一个 从里面的画号里面是接这个网纸 拔复起起来 然后这边呢 有个分号 这边是 自己好像没有 画到到 所以要做一个 就单一号 要 这么到 然后呢接下来是 VAR 然后 WEATHER 这这个变数呢 TATA 剩余 是这个Response 这个是一个Local Level 这是区域变入我们刚刚 定义的 这一个 然后呢 点 Get Content App 这一个 然后呢我们 得到了这一个 Response里面的这个 内容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要 就是说这个 JSON 它是 JSON 点 PASS 然后呢 QEAN 就是选这一个 我们刚刚的这一个 变数 那注意在这个圆里面 后面都要有分号 那这样子呢就会 就是我们会用 JSON的方式呢来 处理这个 WeatherData 我们现在先 储存一下 专案 然后呢 然后我们新开一个 Prom 把这个网址 然后我们把它 复制 然后再来 贴上 放开 看一下 好那这样子呢 我们这个程式在这里 我们要来对一下这个 这个格式呢会 比较方便 这个 我们要用 用稍微小一点 按这个 提醒 按 审查 出现 然后 前者 上号 按提醒 检查兼限 全帐号 然后你要去这个手机那边 这是你的手机萤幕 按做视设是我本的 然后这边就要选择 然后这边就是 进去 然后前往会秘密的方案 然后再减 进去 这样就算完成 这边这个W是大写 这两个都把它改一下 再仔细看看 那我们再把这一个 就是这边的这个Weather Element 改一下就是这样就出来了 所以它这边的Weather Element 只有一个而已 我就不需要 中挂号了 然后这Weather Element下面的这个 Air Temperature 跟这个Weather 跟这个Weather Weather是旗 然后Air Temperature是28.1 那我们批行之后呢 就会看到 这个地方呢 就是它就跑出了7 我这边写27.4 我们呢 可能是因为 现在 CUE已经改变了 所以我们再SKUE一次 然后再过来这里 然后再过来这里 那现在变27.3 那你如果说 这个温度都是已经在变 你可以再执行一次 那我这边写的是你的 最新的时间 这就是27.3 那就是对了 那这边的程式 就是说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 Splash ID呢 这一串的 就是我们 这一个 刚刚这一个 Google 试算表 我们点它一下呢 你从这个 Docs.google.com 然后Splash ID 然后斜线机斜线 之后呢 这一串呢 到这个 斜线ETIG呢 这一串 就是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一段呢 就是 这一段呢 就是我们把它mark起来一下 好 这一段就是这一段 好 这一段就是这一段 好 所以这一个 Google 试算表的 这个ID呢 那你要把它 附置到这里啦 然后前后要有单引号 然后呢就是 这边呢 这个 就是 这个是工作表意 这边也可以点一下 点两下 也可以把它改变 就是说你只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要 把这个 有这两个参数 有这两个参数 然后我们再用这边呢 然后我们再用这边呢 就是说呢 就是这一种 语言呢 它 就是说 就是都用 VAR来 宣告变数 那你就是用这个 那你就是用这个 这个物件呢 Splash App 然后打OpenMyID 就是 我要开这一个 Splash就是 这个 Google 试算表 那我要open它呢 我是要 透过指定ID的方式呢 来去打开这个 Google 试算表 那 后面有括号呢 就是 填入这一个 试算表的ID 就是这一个变数 然后再点 Fash My Name 就是说呢 我们是要 抓这一个 试算表里面的 Shift 就是工作表 那这个工作表呢 我们抓到这个工作表 是根据这个名字 那它名字是什么呢 我们刚把工作表 一呢 就资算指定给 这一个 Tune Name 这就是 下这里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 把第一个抓到的 纸呢 Ware Description呢 要把它放在 A1 储存格 所以呢 我们是用 这一个 Tuber 点 Gap Range 然后 A1 储存格 给它这里 然后 Save Value 就是要指定 G 然后要指定什么G 就是 它的画号后面里面的 就是这个变数 然后呢 V1 读整个 要指定 这个Temperate 这个变数 那这个诊诗 大概就是这样 那這一種 Apps script 他還有一種 就是 算是他的優點 就是他是可以 就是說有觸發條件,就是說可以 去設定他多久執行一次 做執行一次就是我們有打開這一個程式,他也一樣 在執行 那我們就是到了觸發條件這裡 然後我們 按一下右下角的新增觸發條件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的 函式,我們剛剛的程式都寫在這個函式裡面 好 好 那 那這邊呢就是 他的 這個 不死作業呢,就是上端這邊不用趕 然後活動來源這邊,我們可以用 時間驅動 或是來自日曆 就是可以設定什麼時候要執行 好 好,那時間驅動 選擇好之後呢 好,我們可能用 算是小時計時器 好,那如果說我是用 分中計時器呢 那他就是會 每分鐘呢,他就會 自己舉行一次 好,我們可以先試試看 然後這邊呢 然後這邊呢,就是錯誤通知 他可以去通知 就可能是用電子有鍵的方式 好,我們先按 就算儲存了 這樣他就會 有一個新的 這樣的觸發條件 好,你會發現他 這邊的確有改變數字 好,那所以呢 你可以再回到這個編輯器 好,那 寫程式的時候呢 如果最後要執行之前 就是 記得如果說你有很多函視的話 記得他的名字 然後 設定觸發條件 看到這裡 那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刪除的話呢 就 就可以 分好他 然後 然後點一下 三選出發條件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個 程式都有 自己存檔 所以你只要分 和這個選擇分數就可以了